没想到她是中国最有钱的女星,范冰冰上榜。 没想到她是中国最有钱的女星,范冰冰上榜。 娱乐圈是个聚宝盆,大家争破头往里面进,有人在娱乐圈的片酬能吓死人,四天六千万,而有些人才是真正的隐形富豪。 第十名,Angela Baby。 Angela Baby是黄晓明的妻子,出道之前Angela Baby是在香港开美甲店的,自从认识黄晓明之后进军娱乐圈,Angela Baby的美貌也是被大家认可的。 最近二三年Angela Baby在影评上很是活跃,随便一个综艺跟电视剧都有她的身影,所以最近几年Angela Baby的身价也是水涨船高,并且加上她老公黄晓明的支持,谁也想不到一个美甲店老板居然现在身价几十亿。 第九名,孙力。 孙力的身价完完全全是靠自己一点点打拼出来的,最近两年都被孙力的电视剧给罢评了,甄嬛船,米月船,花开月圆等,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孙力娘娘不止会拍电视剧,她现在已经是海润影视集团的第三大股东。 只要海润影视剧,只要海润拿到资本投资上市成功,娘娘的身价可能会再上升几位。 第八名,李冰冰。 李冰冰最近几年的作品很少,但是李冰冰一直走的是国际的路线,收入也是国际水平哦,别看她最近没有什么作品,但是她的年收入也是不会很低。 第七名,李小璐。 李小璐去年被发现出轨后很少出现在迎评当中了,之前可是综艺一节,各大综艺节目全部由李小璐的身影。 李小璐名下有八个公司,最重要的是她的干妈,非常厉害。 知道的可以去百度一下张伟心。 第六名,张子怡。 国际章自从嫁给汪峰之后,也很少出现在大家的事业当中,但是张子怡的地位还是摆在那的,随便一条广告就是几千万,比她老公汪峰不知墙上多少倍。 第五名,刘嘉玲。 提到刘嘉玲就会首先想到她的老公梁朝伟,太让人羡慕了,刘嘉玲在香港的商业帝国早已建起,每年什么不用干拿的股份都会吓死人。 第四,王菲。 王菲的吸金能力自然不在话下,只是王菲淡薄名利,随入而安,王菲去年的演唱会光是靠代理费用都多达两亿。 现在王菲跟谢霆锋和好,也是大家非常愿意看到的。 第三名,范冰冰。 对范冰冰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我不嫁豪门,我自己就是豪门。 范爷可没有夸大其词,她是真的有钱,各种影视剧,综艺节目,广告代言全部是国内第一出场费,再加上她手上的各大影视公司的股票,随便一年算下来都是几个亿。 更让大家想不到的是范冰冰冰也是亚洲唯一入选全球最高新女星排行榜的亚洲人,不知道李晨在范冰冰身边会不会有压力。 第二名,赵薇。 赵薇自从结婚以后,也很少在银瓶当作露面,做起了幕后老板,拍了几部电影电视剧都很成功,第一部电影至青春票房就在十亿以上。 现在跟着黄柳龙在商界打拼,并且他们夫妻俩跟马云的关系也是非常好,在法国还有着优质的酒庄,每年也会赚不少钱,再加上在资本市场里面的消息,赵薇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富豪。 第一名,陈丽华。 大家对他的名字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对他的老公肯定非常熟悉,那就是最老板西游记唐僧的扮演者池仲睿,陈丽华目前已经74岁了, 在2015年的时候在胡润富豪榜中以财富495亿元稳居第二。 这个数字是现在其他所有女星完全不能比的高度。 娱乐圈其实还很很多隐形的富豪,如果大家知道可以在评论者告诉大家哦。